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了他的对手 北方大匈奴的首领 也是一代英豪墨独蝉鱼 墨独虽然贵为匈奴的蝉鱼 可是呢 却有一个非常不顺利的童年 这个青少年时期 生活可以说一点也不比平民百姓的子弟更加的快乐和舒心 他的父亲 这个铜曼老蝉鱼 有很多的这个胭脂 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把这个大老婆也好 小老婆也好 都称之为胭脂 这个有了墨独蝉鱼之后 有了墨独 太子之后 这个老蝉鱼又慢慢的喜欢上一个年轻的美女 这个美女呢 做了墨独老爹的胭脂之后 还为墨独啊 生了个小弟弟 所以 子以慕容 老蝉鱼啊 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肺掌 利诱 就是剥夺墨独的继承权 但是呢 这个老蝉鱼又不想自己来做这件事 想玩一招这个戒刀 杀人 于是呢 就让身为储君啊 或者太子的墨独 去另外一个国家做人质 那个时候不光是中原各国 北方各国 民族之间 为了让彼此啊 投赎 忌器 总是采用这种办法 让自己的继承人或者其他的爱子 到对方的阵营做人质 莫独这个人啊 在这个被派到敌国 也不是派到敌国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就像当年秦始皇在他老爹在继位之前 要到赵国去做人质 是一个样子 可是等莫独在这个敌人的国家里 这个屁股还没坐热 后来 老蝉鱼就率兵来攻击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也想杀掉莫独 这个时候呢 莫独还是比较尖的啊 就偷了战马 连夜骑着马 跑回了自己的国家 这个老蝉鱼一看 自己这儿子可以啊 比较的勇猛 哎呀 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嘛 是吧 就命令他 统领一方的骑兵 有人说给他几千人 有人说给他一万人 莫独呢 就新官上任之后啊 发明了一种想箭 就是训练他的部下 骑马射箭的本领 并且把这种想箭呢 规定啊 自己射出去的箭 就是随着一声响动 然后箭射到哪里 他的部下的箭就要跟着射向哪里 如果谁不跟着他射 当场就拖出去 啊 枪毙五分钟 首先呢 他们就去射那些普通的猎物 啊 飞鸟走兽 啊 一声剑响啊 有人不跟着他射 莫独就把他杀掉 不久之后啊 又用想箭啊 一声剑响啊 像窜天猴一样 射自己的战马 这个北方游牧民族 这个战马就是生命啊 射战马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还有人啊 就不舍得射 所以呢 莫独也就把他们 处理掉 过了些日子呢 莫独 又用想箭 射自己最心爱的 妻子 这个大英雄 要成就一番霸业 真是不容易 左右的人都已知道啊 莫独最喜欢他的妻子 但是又感到恐惧 不敢不舍 有不舍呢 莫独也把他们的杀掉 所以 等把每一名士兵 训练成杀人机器之后 莫独就知道了 这些人都是可以 随他驱使 他就带着这些人 随着老蝉鱼 去打猎 随着自己的爹去打猎 等自己的老爹在前面啊 落了单 他就在后边 张弓打箭 一声箭响 咒的一声啊 箭射到了老蝉鱼的头部 其他的士兵 也就习惯性的 跟着他的想箭 万箭穿心 射向老蝉鱼 之后呢 又把 莫独的 那个 弟弟 和他的 后妈 和不服他的大臣 全部 做掉 一将功成万古枯 改朝换代 历来都是 如此的血腥 与残酷 所以啊 莫独 弑父 自立为 禅语 各位想想 这样的对手 他能是省油的灯吗 所以 不好对付 汉 兄 两国 骄兵 他就把自己最精锐的武装 最强壮的战士 和牲畜 隐藏起来 故意拿一些 老弱 病残 瘸腿的 兽马 来 迷惑敌人 结果呢 结果 刘邦 果然上当 又加上呢 莫独禅瑜啊 很会利用 地形的优势 所以 就把 刘邦 君臣 围困在 白灯山 围困了 三天三夜之后 这个 粮草 就有点 吃紧了 又加上 北国 天寒 地度 将士们的手指 都冻伤 饥寒 交迫 高祖 刘邦 也是 命在 旦夕 刘邦 认为 这个 大秦帝国 那么厉害 西楚霸王 那么的 骁勇善战 怎么样 试探天下 谁敌手啊 谁也不是 俺老刘的对手 所以 被先前的胜利 冲昏了头脑 目空一切 自满 自大 自己觉得 自己高高 在上了 所以 就率了一哨人马 轻敌冒进 结果 就被围在了 山上 那么 在山上 刘邦又想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我们今天 先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朋友 我们希望 好 谢谢大家